新台湾新光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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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确是宽姐去把她救出来的 透过很多的关系 那一次之后 她跟宽姐变成非常非常好的朋友 她不是她的经纪人 是她非常非常好的朋友 然后她还甚至称宽姐说 是她是我的恩人 她是女侠 她是侠女这样子 那她现在又在讲说志玲有一千万的赔吃饭的价码 其实这在张子言事件发生之后 中港台各地又把所有女星的吃饭 什么睡觉的价码又通通又自己列表 又来了一遍 那最高呢 他们就会列出林志玲是最高 因为理所当然 两岸第一名人名模美女 他们就自己又列了一遍 那这个时候呢 价钱有稍微的调高 因为现在人民币啊 各方面这样调涨 就说志玲有人标到两千多万了 不止这样的价钱 有人就说各自列表了 所以她这个报道 我觉得是她自己把两个 就说从Vegas到现在这个张子言事后延伸出来 她自己再把它穿成 变成一个新的 自己的新的报道 其实我觉得报道应该是错误的 林志玲应该要告 而且我们这下来开玩笑说 她再怎么样 她讲她价码没有这么低 如果说真的要这样比 因为有人讲说 有人出来爆料说 大陆现在的一线的男性 不止一线 到其实二线的男性啊 被包养了 或是陪吃饭那种价码 都也喊到 快要七八百万的人民币这样了 因为她就说有钱人 他出得起嘛 七八百万是人民币啊 人民币哦 因为大陆现在就是炫富嘛 他就是这样子 我有钱我出得起啊怎么样 所以我觉得说 这个真的是羞辱志玲 不是说价钱的问题 而是我觉得这个事情 根本不可能发生在她的身上 在此时此刻的 是 所以像这个 我们看到在摩托尔街的教父 洪伟明先生呢 就说 我不靠卖女儿赚钱 火大了 也是说要告 是有理的哦 那是不是真的 这个林志玲提告的话 他的胜算是很大的呢 而且我想请教一下 盛媒第二个问题 就是这个大陆的这个网站 它这个是 怎么一回事 是中国的雅虎网站 那其实你之前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就曾经讲过说 大陆的网站 有的时候 它的那个内容 你可能要稍微先 画上一个问号 因为这个里面的 虚虚实实真真 但也假假 所以看起来 这个里面 其实是很有问题的 我可以再把这个故事 大概我整理一下 因为2005年 这个新闻是我处理的 那是有这个事情 什么事情是 就刚刚年姐提到 2005年这个农历年 但是在那个之前的半年 林志玲在台湾爆红 但他爆红的原因是什么 我想大家忘记了 他原先加入凯沃的时候 因为他从加拿大回来 其实他年纪 有比其他人稍微大一点 因为大学毕业 很多凯沃的model是 18、9岁就进去走秀 那他后来到香港 去签了另外一家公司 有一个香港厂商 用包装的方式 把他从香港又捧回到台湾 就一炮而红 那他那个关键是在于 就是说 有富商觉得他好漂亮 所以开了一个吃饭价 但是是一个梦幻的价格 所谓梦幻价格 是根本没有这件事 但是是包装了 这样一个事情 好 半年之后 2005年呢 那个时候我在这个 报社是负责跑凯沃 跟伊林这两家经纪公司 但事实上呢 只要写一个人就好 就林志玲 因为林志玲每天都新闻 但有一个重点是 那个时候我接到林志玲的经纪人 叫江亦荣的电话 他跟我讲说 盛梅我们农历年要去赌城 很兴奋 跟我讲说 然后就说 我们接到了一个case好棒 要请志玲去唱两首歌 我当时想 为什么要唱歌啊 而且价码很好 他这样跟我讲 我说 那拜托你发个稿子 因为农历年 我们其实不休息 那拜托这个新闻一定要给我 他说好 所以这个他们一抵达赌城 所有的时间 可以的我都打电话去问 他还给我照片 所以那一次的那一个活动呢 除了江亦荣 林志玲之外 其实洪卫明老师有去 那洪老师还带了 那个洪小蕾去蕾蕾 因为是过年嘛 所以他们就觉得 顺便去度假 我都还有那个 在赌城照片 那当然这当中就发生了 所谓今天这个中国媒体提到 就是说到了那边去之后 因为凯沃原先以为 就是一个单纯的 一个表演秀 可是在赌城这个地方 因为有很多的秀是这样子 台下的客人 他是在吃饭 你在台上做一个表演 但是有一些表演的人 他必须在表演完之后 可能要跟这些 邀请你的厂商一起吃个饭 类似这样 但对林志玲来说 我想如果你们了解他一点 他会知道 他这个东西 他是不接受的 他绝不 他在这个圈里面 他这个奋劲 他拿捏得很严格 当然也跟他交亭教育 这些都有关系 他就不愿意了 他连唱都没有唱 可是双方有点僵持 因为对方可能已经跟凯威 有个合约的一个状况 所以才会发生 当时人也在 赌城的这个宽姐就说 那不要好了 就解除了这一个危机 因为当时有帮派介入 但是这个事情 我必须讲 这么多年以来 的确他流传了另外一个版本 那那个版本 也就是今天这个网站提论 就是你知道在娱乐圈 很多事情的确会把它扩大跟选 就说根本不是嘛 那去那边一定有别的一些作用 那一定是达成某些交易 我必须讲根本不是 为什么呢 第一 如果真的有这件事情 组了一个团 去做一个交易的话 这个经纪公司的经纪人 为什么要打电话 告诉记者那么高调说 我跟你讲 我们要去几天 我们住在哪里 我们的行程是什么什么什么 不可能嘛 是不是 所以这个新闻 我觉得是因为搭配了 这次张子儀的事情 那他们不断的开始去找说 有这个赔税的遗孕 那有谁有谁 那我在这里要讲 就是在娱乐圈 它有两个现象 第一个就是 像这些人今天看板上 有一堆无配词 林佳琪多少钱多少钱 我在这个节目讲过 各位那都不是事实 而且对于这个 在娱乐圈表演的 这些女性的工作者 我觉得是不公平的 这一点我们要讲 而且跟白白说过嘛 白星会说过 这是一种羞辱 所以我必须讲 没有这些事也没有那些价格 但是有另外一个现象是这样 就是根本也没有人找这些人 但有一些艺人呢 或者模特 他会自抬身价 他会说我告诉你 谁谁找我有多少钱 根本没有 他借着这个来炒作 这是另外一个现象 但我们等一下会谈另外一个事 事实上是有一些人 是在吃饭的 是有这个价格 所以我们是分三类 我觉得大家要弄清楚 那林志玲这个事情 我觉得是受到之前 这个所谓张子言这事情的扫到风波 但不是事实 叶红是不是也知道一些什么内情 我告诉你 这种东西 到底有还没有 是真真假假假假假真真 还没说 我们以前在影视圈里有一个很有名 叫雷队长 雷队长没事就 小雷 这个影星多少钱 然后又很有名了 我什么先关了 什么从香港回来 我给他介绍一个上市公司的老板 然后给他多少钱 都给我讲 然后就一直讲 那你真的说 那你给我介绍的时候 他又介绍不出来 说哎呀他那时候有偏约 在忙 但是小的 小的他有时介绍得到 什么有时刚出道的那些 他介绍得到 真的有名了 他不仅仅介绍得到 那有时讲的价码 你根本问都不会去问 有讲的价码几十万几百万 你怎么去问呢 你这三五万还问一下 有没有可能 问太多你没办法问嘛 那我是认为 林志宁是不会有了 因为他不需要 就是刚刚两位讲的不需要 那我主张他要去告 第一个测试一下 中国的司法制度 到底怎么样嘛 你这个往民主法制走 这就是现代化的国家 说不定这个压力一出来的话 有人要惨了 对啊 林志宁这个东西 我认为他没有 就算好了 就算有你也没有证据嘛 你也没有证据嘛 你证据在哪里 你没有证据 你官司就要输啊 何况是根本 此夕乌有的事情 那林志宁当着 捍卫自己的清白啊 告 让中国政府 表现他的保持精神 其实我讲这个小故事 就是说林志宁的母亲吴慈美 她是民进党 他们支持团体 一个水当当妇女会的 那个 陈员 对 你知道之前呢 这个林志宁不是跟郭台铭 有一次在他们的尾牙业里面 跳跳舞 跳一首舞吗 有 你知道那水当当那个妇女 他们的成员还找到我 就说 你们觉得好吗 这样太不像话了 怎么可以这样跟那个大老板 公然这样子 在那边跳舞 那后来我就觉得非常讶异 我举这个例子 意思就是说 很保守 对 就是说 连个跳舞都不行啊 这个压力就是说 你那个人多嘴杂 就传到他妈妈那边去了 你说连个跳舞都 这么人多嘴杂了 所以我认为 他是一个 林志宁就我的了解 特别对他了解 他是一个 很烦保护自己 洁身自爱的一个女性 应该也是家教慎言吧 而且他EQ很好 那我认为他这一次 为什么要告 过去你记不记得 就是有人讲说他是假凶 他是做的 他跑到医院 一了白了 他去燕鸣正身 是真的 从此以后 就没有人再讲说 他那个是做的 那这一次这个新闻 已经发展到 所以我对 像盛美讲的 我们对那个网站 就是中国网站上的 有一些拼贴式的 或者自己在那边 加水灌水 然后写的好像很戏剧化 还有就是他们 对著作权的这个尊重 完全是 几乎是没有 你看我们出一本书 我们还才要去中国谈版权 一下子就 他们换个封面 就已经出了 所以我最近是这几天 不要讲说 我们现在是网路时代 你不要讲中国大陆 我们有时候看看 林志玲或许看了很久 她不回应 就像其他女性一样 可是你知道吗 我前几天在我们 台湾自己的一个 算是主流节目 娱乐性的一个节目里面 我就看到盛美讲的 那个点名的那个女星 她一个个挑出来做 但是她是一个很技巧的 一个包装手法 所以我觉得林志玲是 这一波里面她被扫到 但是她要杜绝说 以后你不要再拿 我好像讲的真的 从赔吃到现在赔睡 还有假码了 所以她这次告大动作 以后这个事情就可以止住了 其实这个演艺圈的女星 到底有没有以前做什么事 其实以前最权威的事 前期里办了那个美华报导 这真的很久以前的 以前早前已经停掉了 美华报导他们找那个很内幕的人写 他们没有写名字 但是你一看就大概知道是谁了 但是因为她是组联邦帮主办啊 你明星也没人敢告 那你要去告的话 他就讲我这样写你 你还不高兴是不是 要不要我给你写的更详细一点 但是她那个是比较有所本的 因为那时候主持那个专栏的 那个人其实也是报这记者出去的 那他们是 因为他们在交集影仇 你现在出名了你可能没有 但是你没有出名那一段 其实是有的啦 是 但是也不能乱讲 过去就过去了嘛 不是 那个她写的也没有把真的名字写出来 所以很多人哦 看为什么去看她那本 就是看她那本之后 然后到去问那个人到底是谁 就是反而出击她的销路嘛 是 常遇所以除了像林志玲 这样第一名模 那么现在要大动作的 用这个提告的这个方式 好来澄清 那但是呢 我们看到其他的也有一些名模 包括像是林佳琪啦 或者像陈思玄啦 无端的卷入 甚至也有数字金额啦 陈思玄说 有所谓的这个 陪吃饭的价格是香港富商对她开出的高达850万元 那么陈思玄予以拒绝了 而且她强调是说 这个事实上是根本是子虚乌有 林佳琪呢 是说被开价250万 不过她呢是谈笑用兵的回应 她说其实如果是吃饭的话呢 一定会带着工作人员 因为大家都很辛苦 这是她的一个说法 但是呢 看到隋唐林若亚 却也证实说 模特儿是有吃饭价的 所以这个里面的差别又是什么 对 其实哦 就是说 这个价钱跟这个市场啊 其实一定是有的 因为我常讲说 其实所谓富商啦 名模啦 或说你们中间的互动 其实这是一个供需关系 就是说你有这个市场 你就有这样的事情会存在 就是要不要做是看你自己 然后你的价钱行情到多少 那也是因为你的 红的程度而易 这样子哦 那其实就我 自己接触到的最真实的例子 就是我有朋友 他从香港来 那他是说 呃就是富商要他来台湾 然后要找名模 哦 要当红的 然后他是不定期的来 因为他们常常富商 就说常要出海 就是做游艇 要去攻海去玩 经常要这样玩 尤其到六日的时候 都需求量很大很大 所以他常来就是 要找这个人找那个人 因为之前还有一个 林薇薇可以找 你知道吗 像林薇薇跑掉了之后啊 他们就断了这个线 所以常来要透过别的管道去找 那确实有一些行情是真的蛮高的 那有一些名模 有就是说他们讲出名字来到 我们不能讲 就说常在电视上出现的 他只要出现一次 他的行情就会往上再跳一点 确实是有 尤其是香港的富商最喜欢找台湾的名模 这个是确实是有的 好那盛梅是不是也可以谈一下 因为比方说我们看到 真的是这个隋唐林若雅 证实有这个吃饭价 而且隋唐还说有朋友是业余的model 到了这个现场发现是跟大老板吃饭之外 的确是有钱可拿 而且呢 光陪吃饭可以拿一万 而且还要看怎么样跟那个老板互动 这个价格甚至还可以再加码的 没有错我必须讲我觉得娱乐圈的这个现象分两个世代 前面那个世代赔税的多赔吃的少 现在呢是赔税的少赔吃的多 好我可以讲为什么 因为过去那个年代很多人他进入演艺圈 他真的经济环境比较困顿 他需要增加很多的收入 那他直接用赔税的方式这种交易可能对他来说快一点 好那是那个年代 但现在的状况是很多的小女生 我必须讲这有些人他真的观念比较错误是他可能经济上没有那么大压力 但他喜欢跟这些人混在一起吃吃喝喝就像你刚刚说 他可能拿个一万两万对他来说不是一个什么不好的事情 我举一个例子我有一个好朋友 他是一个颇具争议的富豪 那这位富豪呢家里常常有这种就是饭局 好我去了几次有一次我们去吃饭只是晚餐 我还在写稿写了一半他说来来因为谁谁来了你要不要一起来 我说好我就去吃了这个饭 我到那边去之后我看到有我的圈内好朋友女艺人 好一个旁边这个呢是一个选美小姐两个 好那其他呢还有一些他的朋友 其他的富商 但是很奇怪吃到一半的门里门里响了 一个男人带着一个很漂亮的女生就进来了 那他进来之后他们就说他是谁谁谁讲了一个英文名字 他就坐下也吃了 反正这种场合大家都不认识嘛又吃了 但我一直觉得这个女的非常奇怪 是他一句话都不讲也不开口那你来干嘛 而且你显然不是记者不是艺人不是选美嘉莉你是谁 因为我是记者我会很好奇 我会忍不住我后来私下打听 哦还真的是陪吃饭的 那旁边这个男的是经纪人 那我更好奇 我说这样的场合你来陪吃饭干什么 因为我已经有其他的女艺人我们只是一个平常场 他说不是啊他说他说这位先生他有习惯就是三不五十有个饭局 我们就会来热闹一下那我会说拿不拿钱的呢 他说那就看情形 如果是一个很轻松的场合不是一个正式的饭局 我们有时候是不拿钱就是维持一个关系 但是我旗下有很多这样的model 而且请注意这model经济公司还挺大的 三不五十就来这个饭局一下 那我又再问说如果正式的饭局呢 他说哇那要看哦有的好一点的有到两万块 这是我亲眼看见的 然后你会觉得陪吃饭做些什么 他真的纯吃饭 因为从头到尾什么话题他都答不上 他也不敢开口讲话 你就看到一个人跟大家都很陌生 他摆明了就是坐在那里陪大家吃饭的 啊真的是 我们如果没有听到社媒这样讲 还真的很难想象 好等一下回来我们要继续来谈的呢 就是大S在昨天呢 这个热热闹闹的这个婚礼呢完成了 可是呢很多人说这真的是一场令人看的 五味杂陈的婚礼 为什么这样讲呢我们马上回来